游戏人生,品味电竞,游戏小白氛围您播报,期待您的关注,文章的开头还是要再一次祝贺代表LPL联赛,出征RNJ战队,成功拿下2018年英雄联盟NCG中冠军赛的冠军,恭喜UZI终于同时廖亚军拿到自己LOL职业生涯的第一个世界赛冠军,然而,对于RNJ战队对于UZI来说,这或是一个开端,今年的总目标他们还需要攻克很多困难, 在收获这个冠军的时候,其实比队员们还开心的就是国内的观众们,RNJ战队夺冠的那一刻多少人在高呼,多少粉丝甚至有点热泪盈眶,RNJ战队用他们的表现点,燃料,一个电竞之夜,让大家一起为之疯狂 今天微博电竞官方也给出料,昨天RNJ夺冠时的电竞之夜数据,火爆程度堪称疯狂 首先,在热搜榜上,一贯有40多个和电竞有关的词增上料热搜榜,其中不仅仅有和决赛夺冠相关的词 还有一些解说主播也被破蹭料一波,其中UZI和RNJ夺冠着两个热搜大榜前二 一场比赛递到40个热搜,话说哪个能够达到如此成就 在赛事期间,士兵观看总计2.6亿次,新增话题阅读量高达16.2亿 赛事话题长期处于榜单第一位,随随平平就是过亿,英雄联盟赛事实在是火热 所以,那些说英雄联盟即将热热的朋友们,可以看一下一下 这个数据,成为RNJ战队的观众不仅仅获由我们,还有一些娱乐明星也在观众粉丝的行列中 再后,一些娱乐明星也发热动态祝贺,恭喜热一波RG 可以说此次英雄联盟集中冠军赛的最大赢家要属于UZI 他不仅仅打破生涯零世界冠军的尴尬,还在比赛中展现出热自己的实力大秀热一波 可以说把自己的招牌在国内外再次打响亮 很多祝贺RNG的都要戴上冲锁一波UZI 不过没有神魔不可思议的结果是一蹴而就的 这些也是UZI通过努力换来的 要知道赛事期间UZI还是在有被伤的情况,保持高强度的训练量 希望他们在今年能达到最终的目标,到时候应该比这晚更加疯狂 马自不易,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播挫,或给挫赏哦 谢谢支持